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冯伟光和大家评论政局的时间 今天和大家讲法庭的判案 判一个线报教师 他在2019年言论的惩罚上诉得席 我主要的资料和论据来自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法学教授 傅建池教授的文章 案情我当然要参考过其他媒体 但傅监修作为一个法律的权威 他的观点值得和大家介绍 接下来大家喜欢看我的评论 希望大家订阅、围楼、STARTALK 赞好、分享、留言和按下下个小铃铛 到有新片出的时候 系统就会主动通知你 傅建池教授在前两天发布表出文章 他说在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 一名官立中学的教师 他比较忠厚 他没有写教师的名字或性别 根据其他报导 这是一个女教师 姓名我也不说 这个女教师在社交平台多次散布煽动暴力的言论 遭到纪律研讯委员会 公务员事务局 因为他是官立中学 裁定行为失当 即是misconduct 公务员事务局在去年 即是2023年7月 这件事都拖了好几年 2022年做聆讯 2023年7月决定才夹职 即是由2019年到2023年 即使他是接受调查中 我相信他是在出粮 以及更重要的是继续他的退休福利 跟着裁决就是说 隔职 跟着 此此夺所有退休福利 这个就是本案争论的关键点 这个教师作为他申请人 就在去年立即即2023年 申请司法复核 以为夹职的决定 过分干预他的言论自由 要求法定推翻他的决定 今年4月26日 即是前几天 上星期左右 高等法院判了教师 性诉 认为局方有权裁定教师行为失当 misconduct 但此夺所有退休福利 要他惩罚过重 所以推翻公务员事务的决定 副教授认为 法官的裁决阻吓力不足 不能够彰显法治公义 副教授首先提出 教育局制定的教师专业操守指引 清晰的列明教师应有的专业操守和行为规范 鼓励教师自觉遵守保障学生福祉 守护教育专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 而申请人即是被革职的教师 作为资深老师有27年的教学经验 教令 然后他应该确守教师专业操守的规范和准则 包括确守法治、以身作证、维护专业 以及不应该作出令教师专业名像受损的行为 讲到这里 我插开跳开副教授文章 讲讲案情给你们知道 那位教师的说法 这个女教师 他说他在社交媒体做了什么 其实他说了一些说话 是非常具侮侮辱性的 譬如他说警察要死全家 他当年不是说警察 他用了两个特别的词语 大家知道我说什么 日经会说 除非是某种动物演化成的女性 否则他没有理由会嫁给警察 作为教师 大家知道我说什么 作为教师 不应该因为2019年 见到一些场面 他不满意 或者他认为警察 在应对黑暴的时候 他觉得过分用了武力 不合乎比例 他可以表示愤怒 但不应该用这种侮辱性 和互及仇恨警察家人的言论 甚至仇恨警察都不对 警察只是执憑他的专业 譬如你作为教师 可能你都会罚你的学生 你没理由说 因着这样的 其他学生或者学生家长 就会仇恨你 希望你全家都遭殃 死全家 这是不公道的 更重要的 本案争论的焦点 就是高等法院的法官说 现在的情况已经没有像2019年那麽迫切 那麽巨的张力 所以他觉得不应该对申请人的裁决 采取这麽严厉 即他觉得过渡了 我不同意 因为正如香港 假如你和你的毒品 都会有很严重的刑罚 但不会因为香港的毒禍 如果没有那麽严重 你就对携带毒品 偷换毒品会減轻 因为始终那个危害性 严重性都在 挑动社会的仇恨 是我们香港特区 作为一个文明社会 不应该容许的 所以这个教师的退休福利 被褫夺 很不幸 是你的问题 没有人叫你在社交媒体 就算那个只是一个私人 他只被朋友看 这样发表 你作为一个27年教练的教师 你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 你没理由没想过 你不是一个 刚刚初生之毒的小孩 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赞成特区政府 应该上诉 赞成副教授的言论 好 今天的评论到此为止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